狭义文化 狭义精神在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特别节目中华法文化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为您画狭义 妙趣横生的文化解读 融会古今的思想溯源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 再度邀请品味中华法文化 传递人爱为何将心比心是何心 恪守诚信包含着哪些大智慧 不知廉耻人生会滑向怎样的深渊 狭义精神除了拔刀相助 还有哪些新的内涵 穿越历史长廊 品味传统文化 社会与法频道特别节目 中华法文化 邀您共复文化的盛宴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当你听到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主题歌 生死之交一碗酒 路见不平一生猴 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个时候你一定会荡气回肠 血脉奔章 这是一种什么气概呢 这就是狭义的气概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狭义文化 最早为狭义之士树碑立传的 是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 他在史记里面写了《游狭列传》和《刺客列传》 讲述了十几位狭义之士感人的故事 后来的文学家们也大都为狭乞歌功颂德 在民间狭乞更是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圣意的化身 狭乞的故事更是口耳相传 富如皆知 从而形成了一种人人认同的狭义文化 那么狭义它有什么含义呢 我们今天的人说到狭义肯定首先想到的就是讲义气不怕死 这种理解没有错 但是不全面 狭义是有着丰富含义的 在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和经文当中 匣字写成甲字 上面一个大人 下面两个小人 后来才有了现在这个匣字 就左边有个大人旁 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段玉才 解释说 匣之言甲也 甲子刺也 可见这个匣字啊 它本身带有邪刺的意思 按照这个思路理解下去 那就是上面一个大人 下面两个小人 指的是小人物敢于反抗大人物 弱者可以反抗强者 那就是要反抗强暴 我个人认为 这个字啊 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来理解 下面两个小人 上面一个大人 指的是大人物可以保护那些小人物 强者可以庇护弱者 它的含义就是 扶弱济贫 这两层含义还可以相互补充 反抗强暴 为的就是扶弱济贫 扶弱济贫有赖于反抗强暴 两者相辅相成 但是呢 反抗强暴 你不能毫无原则的 一阵乱反 像李逵那样 拿两把板斧 不分好人坏人 一阵乱卡 那恐怕很难叫侠 所以还需要用个义字来加以和义犯 李记中说 义者义 北宋的思想家陈宜说 顺理而行 事为义 一个人的行为 合乎实意 合乎情理 你就叫义 一个人的行为 不合实意 不敬情理 他就叫不义 比如说 你看到一个牛马 在调戏美女 你会怎么想 你想 我帮那个牛马 共同去调戏美女 也好分一杯羹 沾点光 那你这个就叫不义 你说我要英雄救美 但是我不是黄荣 我不会武功 我打不过那个牛马 怎么办呢 那么你偷偷打一个电话 报个110 那也是行的 那就叫义 这个时候如果来了一个好汉 飞起一脚 把牛马踢翻在地 然后一顿拳打脚踢 吓得牛马 屁滚尿流而去 美女上前真诚答谢 好汉豪爽的说一声 不用谢 然后大踏步而去 这就是我们心目当中 最标准的狭义形象 可见狭和义 这两个字是不可分的 狭之义者才是狭客 狭之不义者 那只能叫狭整 唐朝著名的政治家李德玉 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豪侠论 其中指出 义非侠不利 侠非义不成 什么意思呢 就人间这一 如果没有侠义知识的担当 他就很难得到伸张 一个侠勇之人 如果没有义来加以规范 他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侠客 在文章当中 他还指出 是知任气而不知义 皆可为之道 那些有勇气 不怕死 只知道提着脑袋往前冲 不懂得道义的人 那只能叫强盗 可见狭义精神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意志 侠与义不可割裂 义需要侠取伸张 侠需要义来归办 那么义可分为哪几个层次 主要在于信义 道义 忠义 这三个义 信义与诚信的区别在哪里 侠士为了道义奋不顾身 却为何下场惨大 他们不在江湖的恩怨情仇中 被人追杀 也会被国家的法律属杀 忠义与爱国有什么内在温习 特别节目中华法文化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 为你化侠义 第一个层次就是信义 信义可以说是侠义文化 最基本的要求 当然正常人也要讲诚信 这个我们在诚信文化里面 已经讲到 但是狭义之士 他们讲的信义 往往超出了我们正常人 想象的范围 比如说我们和人打交道 也要讲诚实守信 但是如果遇到战争 遇到自然灾害 要危及到个人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的时候 你不履行诺言 那也是可以原谅的 这在法律上叫做不可抗命 是可以免出责任的 但是侠师们讲信义 是不讲条件的 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以落必成 答应了别人的事 不管什么困难 他们都要兑现诺言 大家知道 以落千金这个成语 它就是出自一位侠客 秦朝末年 楚国这一代 就出了一个著名的侠客 叫祭布 所以楚国就流传一句名言 叫做得黄金百 不如得祭布落 就你得到一百两黄金 还不如得到祭布的一个承诺 这就是一落千金的由来 接下来我们讲一个 为戏意而付出生命的典型例子 战国时期 习国有一个侠客 叫列政 他隐居闹市 以杀狗为业 韩国的大臣 严仲子不远千里 跑去和他接交 两个人就称哥们了 他为什么要接交他呢 他想请列政 帮他去刺杀韩国的相国侠垒 但是呢 列政开始没有答应 后来列政的母亲去世了 他就对严仲子说 你作为一个国家的倾向 还看得起我这个杀狗卖肉的 我很感动 以前我之所以不答应你 是因为我老母亲还健在 我害怕连累他 现在我母亲已经安享天年 事为知己则死 我愿意帮你完成你的心愿 然后他独自藏剑 闯进了侠垒的相府 那里面全都是守执兵器的卫士 但这个呢 列政如如无人之境 踏上台阶 一剑就杀死了侠垒 然后他大吼几声 接连击杀了几十人 但最后他想自己肯定没有办法全身而退 又担心别人认出自己 连累了严仲子 于是他拿剑破坏了自己的面容 最后呢 又用剑剖腹而亡 列政为信义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一个典型 所以狭义知识所讲的信义 超出了正常人所可想象的方法 那么狭义文化所包含的第二个义 就是道义 如果说信义是狭义知识 所守的最低层次的要求 那么道义就是狭义文化当中最核心的精神 什么叫道义呢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 天之道其若张工与高者易之下者举之有余者笋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笋有余以补不足 什么意思呢 就自然天道跟拉公一样 高的地方你压它一下 低的地方你把它抬高一下 多余的地方你给它减少一点 少的地方你给它补充一点 所以自然天道就是减少多余的部分去补充不足的地方 把这个道理运用到人间 它就叫道义 自然界有高低 有多少 人世间呢 有强弱 有贫富 侠客们干的是什么事 他们干的就是救人于恶 正人不占 在强弱之间 他们要反抗强者 帮助弱者 摆脱困难 摆脱危险 这个就叫救人于恶 在贫富之间 他们要专门帮助那些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服的人 让他们渡过难关 这个就叫正人不占 用大家常说的话来讲啊 就叫扶弱即贫 这就是道义 恐怕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正义 那么侠客们如何做到扶弱即贫弘扬道义呢 我们先来看侠客们是如何做到扶弱的 所谓扶弱就是帮助弱者 意味着要和强暴者对抗 这也意味着有很多危险在你的面前 但是侠义之士为了他人的性命 为了他人的自由 他们不惜付出自己的身家性命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打抱不平 在武侠小说三侠武艺的第十三回 说了这么一章话 他说真正的侠义之士 见了不平之士 他便放不下 仿佛自己的事一般 这才不愧那个侠子 可见了侠客心里有强烈的 是非观和善恶观 这就是侠义文化最核心的精神 怒见不平 一定会拔刀相助 北宋 清零年间 王室的母亲呢 被恶霸张本监污了 王室的父亲呢 也因此而死亡了 一家人很惨 有一个侠客 叫孙丽 就帮王室出面投公道 他一大早就来到了张本家 找张本单条 而且约定好 不许任何人帮任何一方 两人呢 赤手空拳 斗了几个时辰 直到五十 孙丽终于把张本打翻在地 这个时候张本就求饶了 说你要不杀我的话 我给你黄金千两 你如果杀了我 你也得吃官司 跑不了 孙丽说 我还以为你是一条好汉 没想到这么怕死 你仗着自己有钱 兼乌良家妇女 罪不可恕 然后一刀 把张本的头颅砍下来 用来祭奠王室的父亲 然后呢 孙丽把刀扔了 自己到官府去自首了 在这个事件中 当我们都感到大快人心的同时 侠侍孙丽却是冒了极大的风险 至少有两重风险 第一是武力上的风险 那个张本呢 也是个炼家子 史称他利弱熊虎 利息大的跟黑熊和老虎一样 那也不是吃素了 孙丽找他单条 路是随手 那还不可预知呢 第二层风险呢 就是法律上的风险 从唐宋以来 国家法律禁止民间私斗 剥夺他人的生命权 这是国家的公权力 任何私人都不能行使 如果某个个人 用私斗的方法去 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权 就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孙丽呢 他不怕被张本打死 也不怕受到法律的制裁 为了公平和正义 他宁愿付出自由和生命的代价 我们再来看 侠师们是如何做到祭贫的 遇到穷人 他们都会慷慨截囊 帮助穷人 大家知道李白是一个大师 恐怕很少有人知道 李白还是一位大侠客 在那个时代 李白的师哥号称天下第一 他的剑术啊 驱击天下第二 新唐书李白传是这样记载的 说他基建为任侠 轻财好施 什么叫任侠呢 就是以行侠仗义为己任 他把钱财看得很轻 喜欢施舍穷人 有一次他到扬州和金陵一带去旅游 见了那些穷人 见了那些落魄公子 他就慷慨极了 不到一年时间 扇金三十一万 花持续三十多万两黄金 你说那他吃啥喝啥呀 好在这个李白 他有一门独到的手艺就是写诗歌 所以大江南百有很多粉丝 走哪有人请他 历史上 由于国家公权力的不足 很多事情他都管不过来 冤屈得不到伸张 正义得不到维护 穷困得不到救助 这些弱者们总是希望有英雄人物来帮助自己 而侠客们正是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 所以侠士历来为民众所传唱 但是呢 侠士们往往通过一些非常途径 帮他人报仇血恨 伸张正义 这无疑削弱了政府的权威 分割了国家的公权力 哪个统治者上台都拥不下他们 于是就有这样的说法 藏在江湖票 哪能不挨刀呢 他们不在江湖的恩怨情仇中被人追杀 也会被国家的法律所诛杀 追求正义是他们的理想 走向灭亡却是他们的结局 在照亮别人的同时毁灭了自己 北海洋 侠义文化的第三层含义 就是忠义 这是最高境界 明朝人于向斗 在提水虎传续中指出 侠义精神的最高境界在于 尽兴于为国之为忠 事宜在祭民之为义 就是要忠义 作名武侠小说作家 金庸先生在《色雕英雄传》中说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大概从唐朝开始 中国的侠义文化就体现出了 为国为民的忠义精神 唐朝广得元年 也就是公元763年 吐坡的军队攻陷了金师长安 唐朝的军队四处溃退 唐代宗也逃往了陕州 老百姓惨遭杀戮 但是长安承冲的侠义知识 仍然在斗争 他们没有放弃 后来他们终于潜入 城内的唐军将领王府取得了联系 并且与当天晚上 在城中心的朱雀街 一起几股大喊 王室已到 王室已到 吐坡的军队不知道怎么回事 吓得猖慌四逃 溃不成军 唐军趁机收复了长安 老百姓得以重见天使 近代以来 我们国家内忧外患不断 侠义知识为了民族独立的斗争不惜 前赴后继 著名武士霍元甲 在1909年创办了金武会 提出了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办会宗旨 这就把侠义和爱国结合起来 所体现的也是为国为民的忠义精神 从前面的讲述可以看出 侠义文化内涵很丰富 主要在于系义 道义 忠义 这三个意志 如果我们把侠义和以前讲的仁爱 连此诚信这些品格将比较 我们会发现 侠义是一种最为高尚的道德品格 侠义精神是一种难得的品格 它包含仁爱的成分 却超越仁爱 仁爱令人感动 侠义令人激动 当今社会侠义精神表现在哪里 现代人是如何对待侠义之局的 我们即便不愿意向永世 但是我们至少也不能向他们的伤口上杀 如果紧守住法律底线 而不关心道德高线 将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特别节目中华法文化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 为您化侠义 中华法律文化 我们为您探命 历史大案要案 我们为您揭秘 传奇法治人物 我们为您解密 法律讲堂文史版 带您穿越时空 探案讲法 诚信 廉恋 要求管好自己 侠义呢 则要求帮助他人 仁爱呢 是有条件的帮助他人 你自己条件不好 管好自己 这就叫穷则独善其身 你自己条件好了 再去帮助他人 这就叫达则监济天下 有条件的 侠义呢 则要求无条件的帮助他人 仁爱令人感动 侠义令人激动 仁爱令人呢 振振温暖 侠义令人 心潮澎湃 那么侠义作为一种 最为高尚的道德品格 它包含了 信守承诺 服务济贫 为国为民 这样一些品质 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 也有极大的帮助 金庸先生在谈到 中国人最需要提高 和发扬什么品质的时候 他说啊 咱们现代的中国人 最缺乏的是 侠义精神 我个人认为 咱们中国人 不缺侠义精神 缺乏的是 对侠义的赞扬 对英雄的崇拜 历史上 行侠仗义的壮士 层出不穷 现实生活当中 健义勇为的人 也时有所见 那些永旧落水儿童 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的人 那些怒见不平 挺身而出 勇斗歹徒的人 那些在自然灾害当中 慷慨卷款 甚至远赴灾区 抢险救灾的人 喜欢帮助老弱病残 而不妥回报的人 那些在贪污 贿赂面前 敢于实名举报的人 他们身上体现的正是一种 狭义精神 所以我们不缺乏狭义精神 我们缺乏的是 这个社会对他们的赞扬与褒奖 缺乏这样的社会氛围 当你在大街上扶起一个摔倒的老人 或许你得不到周围的人的赞扬 或许你也得不到对方的一声谢谢 说不定他还说你撞了 他把你告上法庭 2014年江西有两位高中生 在公交车上勇斗歹徒 不幸受伤 没有办法参加高考 这个时候很多大学 向他们抛去了橄榄枝 认为他们是少年如侠 要录取他们 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反对 说这是破坏教育公平 说这是封建社会 举校年的复活 说这是搞特权 急急扎扎说个不停 我觉得人家大学遭受这样的学生 自有一套规则 大家没有必要在网上去说三道四 我们即便不愿意向永世致敬 但是我们至少也不能向他们的伤口上傻言 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 一个人的行为只要合法 就万事大吉了 很多人他们只在乎法律的底线 不关注道德的高线 对丑恶的行径 哪怕缺德带墨烟 也没有人为之而愤慨 反而会用一种娱乐化的心态 在网上疯传 对行侠仗义的壮举 也没有更多的人为之而叫好 反而会调侃的 所以是俺是打酱油的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这个社会崇拜的是权势 崇拜的是财富 而不崇拜英雄 正是由于社会的冷漠 导致了侠义精神的逐渐流失 我们应当为行侠仗义的行为 培育更好的社会氛围 面对丑恶行径 大家都投以 必死的目光 面对行侠仗义的壮举 大家都置以崇高的基 如此一来 整个社会才能形成 明确的是非观和善恶观 当整个社会有了明确的 是非观和善恶观时 狭义精神 必将重放光芒 谢谢大家 再见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发现 备受关注 种种证据锁定 墓主人是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鹤 考古工作者究竟发现了哪些证据 一步步揭开了墓主人身份之谜 明天的节目里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为您解读 海昏侯刘鹤第一集 这个墓主人很可疏